大家看到这个标题点进我们节目的时候 应该就会讲那个 Prodo 的 D66B 都还没有发布 现在就来讲 Myvi 可是最近我们确实是获得了一些关于新一代 Myvi 的详情 而且这个详情我觉得有一点爆炸 所以我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全新一代 Myvi 的细节 那么大家是不是对这个神车在领的全新一代 Myvi 是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就会开始讲故事啦 那么首先在马来西亚贩售的 Myvi 是第三代车型 它就是总共经历了三代 那么第一代车型是这个 2004 还是 2005 年到 2011 年 那么第二代车型是从 2011 年开始到 2017 年 目前贩售的车型是从 2017 年年尾开始销售的 而这一代 Myvi 在发布的时候也很成功的成为了当时的 King 不过最近因为这个马来西亚市场的消费者的取向跟经济环境有影响 所以 Myvi 已经不再是当年销售第一名的新车了 那么想想销售第一的车款是谁呢? 分别就是它的两个 TT Peroduo Beza 还有 Peroduo Asia 这两款车每个月的销量都有接近 8000 辆的成绩 那么 Myvi 的销量是不是有下跌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啦 它每个月还是可以卖到 6000 多台 接近 7000台 这个销售成绩其实已经不算差了 但是呢 因为这辆车是 2017 年发布的 对比现在新一代的车型呢 其实它有很多方面都已经不足了 例如讲隔音表现 例如讲空间 例如讲内装的设计 还有配备上面呢 其实都有一定的落差了啦 所以 Peroduo 早就已经决定开发第四代 Myvi 车型 那么最近呢 我就从一些相关渠道挖来的这个第四代 Myvi 的乡情 所以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第四代 Myvi 有什么特别? 首先我先讲它的普通版本 也就是 D01D 开始 其实一开始有传门呢 这个 Myvi D01D 呢 它是贴牌至这个全新一代的 Toyota Yaris 也就是采用这个 DNGA 平台打造的 Yaris 不过因为目前 Toyota 本身已经取消了这个 DNGA Yaris 的计划 所以 Myvi 怎么办? 所以暂时我们其实是还不知道相信 但是呢 根据我们之前从这个零件供应商获得的消息之处 Peroduo D01D 它原本的发布时间会在 2025 年的第一季 也就是在 1 月到 3 月的时候 它就会发布了 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最近就是发生了这个打刻的撞击测试造假的事件 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新车的发布时间全部都被延迟 现在连 D66B 到现在都还看不到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 2025 年第一季都发布这个第四代 Myvi 的情况 应该会有些许改变啦 那么目前呢 新一代的 Myvi 会有什么引擎配置呢 其实是比较明朗了的啦 就是讲 我们从这个相关消息得到呢 Myvi 会搭载这个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让它成为了第一款 Pro Duo 公开翻售的混合动力车型 那么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 Pro Duo 有另外一款混合动力车款 也就是这个 Artiva Hybrid 可是那辆车只提供订阅服务 不提供翻售服务 因此呢 如果是讲你要买得到的 Pro Duo Hybrid Myvi 会是第一款车型 那么它采用了这个 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跟这个即将登场的 Yaris Cross 还有未来 Vios Hybrid 的动力系统是一样的 是一具 1.5 公升的 Arkinson 引擎楼搭配电机 它的综合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09 PS 当然你可能会讲这个引擎通力配置 对比现在的 106 PS 或是 105 PS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你看数据的话 确实是 但是你不要忘记 混合动力车款呢 它是会有一个这一个电动机作为辅助 因为电动机有这个即时扭力的关系 所以它的加速表现呢 肯定会比起这个 Vios Hybrid 或者是 Yaris Cross Hybrid 更快啦 而根据这个印尼媒体的实际测试呢 这辆车的油耗可以轻松过 20 km per liter 所以普通版的 Myvi 已经很省油了 那么这个混合动力版的 Myvi 肯定就是省油到怕人啦 那么除了混合动力引擎之外呢 Myvi 会不会提供其他的引擎配置 会有的 目前呢 我们猜测呢 Myvi 会有两种引擎配置给我们选择 一个就是维持现在的 1.5 公升 Dual VTi 自然进行引擎 另外一个呢 就是采有 1.0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有讲过啦 就是有日本媒体爆料呢 就是 Daihatsu 正在开发这个 1.0 T GDI 的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预计会有 120 PS 左右啦 那么大家觉得 Myvi 会不会有 Turbo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讨论啦 那么你以为这个就是我所谓的震撼弹了吗 其实并不是哦 震撼弹是在这个接下来要讲的 Pro Duo Myvi 车型上面 因为呢 除了 D01D 之外呢 Produo 也在开发着代号为 P01A 的 Pro Duo Myvi 你应该会奇怪为什么 Myvi 会有两个开发代号 很简单 因为这个 P01A 就是纯电动车型 因为之前呢 本地一些政府机构呢 就有讲到呢 Produo 的第一款电动车会在 2025 年发布 所以这个 P01A 很明显的就是电动版的 Myvi 啦 那么大家会不会很其中这个电动版的 Myvi 呢 其实在之前的这个 Malaysia Auto Show 上面呢 Produo 就有公布了一些关于这个电动版 Pro Duo Myvi 的乡型啦 其中呢 就包括它的续航表现呢 最大可以达到 400 公里 然后支援这个 80kw 的 DC 快充等等等等啦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根据小道消息指出呢 这个电动版的 Myvi 价格会低于 10 万令吉 所以呢 它有很可能成为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电动车 当然你可能也会讲啦 什么电动车还要是国产还要卖到那么贵 低于 10 万 它可能是 6 万 可能是 7 万 可能是 8 万 所以呢 我们就暂时还不确定它的价格 但是我有跟 Pro Duo 的工程师有聊一聊啦 他们就讲他们是确实在开发这个电动版的车型 但是就没有讲到它是 Myvi 我个人觉得如果 Myvi 真的推出一个电动版的车型的话 然后它的 0-100 加速成绩大概在 8 秒左右 然后有 400 公里的续航 重点是它的售价大概在 6-7 万左右 在本地市场呢 应该会有一定的成绩 因为目前本地市场最便宜的电动车就是这个 Netta V 还有这个 BYD 的 Dolphin 它们的价格 before 折扣之前都大概要在 10 万块左右啦 在影片的最后呢 我就要跟大家爆料一下 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呢 Pro Duo 的 D66 BSUV 最快会在 2024 年 8 月尾开发预定 那么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咧 那么到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站跟 YouTube 频道进行一个 Update 啦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网站 还有留守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另外你对这个 Myvi 的爆料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你留言啦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 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节目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 感谢观看